网头上戴上铁桶 连接一根塑料管 小火就潜进了几百米深的梅南河里 塑料管持续不断给小火提供氧气 而有着足够重量的铁桶能抵抗水的福利 让小火有足够的时间在水底寻找值钱的东西 十分钟后 小火的父亲把他拉了上来 不过小火这次下水的收获并不大 他只在水底捡到几根铁棍 拿到废品店也只能卖一块钱 老坤祖上三代都是梅南河的河底废弃物品打捞工程师 到了他这一代 他打算把这门手艺传给他的儿子大坤和小坤 经过两年半的练习 两个儿子的打捞技术越来越娴熟 如今已经成为了老坤的左膀右臂 在长达一千多米的梅南河底 隐藏着数不清的废弃物品 有的废弃物品可能是古董 有的也可能是不值钱的鸡毛胆子 因此老坤一家的月收入也在二百元到数万元之间浮动 运气好的时候 他们一家可以一年不愁吃喝 运气不好的时候 三天能饿久顿 如果运气再差一点 钱进水里再也上不来 就能直接上天见佛祖 惊艳唠叨的老坤把船开到寺庙前 这里的水底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眼看小坤没捞到值钱的东西 老坤决定亲自下水 几分钟后老坤两手空空地浮出水 他发现泥浆里隐藏了不少小物件 需要借助工具 他让年轻力壮的大坤下水 不一会儿大坤就带着一盆泥浆上来 他们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好东西 除了几枚铜钱之外 里面还有一个看似古老的护身符 为了鉴别这个护身符是真品还是仿造品 他们对着古董杂志仔细比对 终于在杂志上找到了铜款 虽然老坤坚信护身符是真的 但专业的事情还得让专业的人来做 他们去古董市场去找城里有名的健保师傅 富贵仔细鉴定了半小时 断定这是真品 他说这个护身符有接近一千年的历史 市面上的价格是五十万泰铢 但是因为这块护身符的磨损比较严重 只能卖一万泰铢 老坤显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一万泰铢只够一家人花十天 他将带着小坤回家准备下一次潜水 为了生活继续进入梅南河的水底